另外我们也看到有韩媒的报道说 文在寅将就韩方退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决定 同特朗普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那么文在寅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韩国退出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会给韩美同盟以及整个东北亚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呢 确实对于退出这个协定 美国表面上看的话是非常不高兴 但内心来讲的话有一定的这种沾沾自喜的那种程度 因为这个协定实际上是绕过了美国 可以让韩国和日本直接的享用双方获取的情报 这个协定实际上也是日韩在1965年建交以后 第一个军事协定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协定呢 实际上还是跟表警会议2016年的时候 面对着国内的困境 他签署了这样一个协定 希望能够借此来讨好于韩国国内的财阀 他显然就失去了一个重要手段 所以美国表面上认为有这样一个协定是非常好的安排 但是内心来讲的话 美国是不愿意日韩之间有这种合作 所以它是一种地缘政治学 也是美日韩军事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 那么从具体的影响来说的话 我想它直接的原因就是会对日韩关系带来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特别是从今年7月份之后 我们看到日本发起了对韩国的贸易制裁 那么文在寅也不得不表现出强势 所以到今年的10月24号 如果说韩国废了这个协定 那么这个协定就不存在了 韩国为什么这么做 主要还是要安抚国内百姓的这种反热的情绪 同时也像日本是强 所以我个人感觉 这个协定的废除 应该说对于韩日关系会带来职业的影响 对地区我觉得影响倒不很大 好的 非常感谢唐建群先生的观点和分析 谢谢